这个家不能没有你 妹妹不能没有你 她很想你 我更不能没有你 结婚是我发的事不是白发的 我永远不会放弃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接你回家 老婆 今天这生日过得怎么样啊 开不开心啊 当然开心了 妈 我一直想跟您说 其实我想开个派对 请同学们一起来吃蛋糕 他们都在等我通知 你这要求有点过分啊 行吧 妈妈考虑一下啊 那我问你啊 你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 那你是答应没答应 我不跟你说我考虑一下嘛 那 就是答应了 谢谢 祖宗啊 我被你打扮了 答应你了 行了吧 那我最想吃 冰激凌火锅 你个小馋猫 好 走 阿湾带你去哦 坐吧 我等你爸爸 你坐吧 真是想象的 对呀 来了 拿着我来 坐坐坐 你不坐 不坐 你不坐 不坐 你不坐不坐 你不坐不坐 好嘞 哎呀 真好 戴着齐了啊 好 来来 来 请坐请坐 又辛苦了 辛苦了 来 坐吧坐这拍 就和他的音乐一样一流 我妈做的水打馅饺饺饺子也是一流 什么是水打馅饺饺饺 水打馅饺饺饺饺饺饺 回头让小溪给她解释 好 阿溪啊甭老提我那个水打馅饺饺子 我也就会那么一两手绝活 我怎么能跟肖老先生比呢 方大姐朋友这么老吗 他叫我肖老先生了 肖老 叫我方大姐 对啊 这两年纪差不多 别叫大姐跳 劲吧 劲吧 你们俩加一会儿都一百了 还在叫这只 是 好好好 来 我们先干一杯 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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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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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妹妹的合法监护人 所以请你不要在这儿血口喷人 无理狡辩了好不好 汤小兵 我让你停车你听不听 赶紧给我停车 我给你停 赶紧给我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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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张晨 赶紧张晨 你干嘛呀 今天妹妹生日啊 赶紧张晨 你干嘛呀 今天妹妹生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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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一会儿到家 给妈妈打个电话 小秉阿姨 其实我也很难受 我替我妈妈向你道歉 妹妹不难受 妹妹最乖了 小秉阿姨也不对 刚才不应该当着你们的那儿 跟妈妈吵架 小秉阿姨道歉 别问了今天是我们妹妹的生日啊 我们要开开心心地过 我们祝妹妹生日快乐好不好 妹妹生日快乐 来 鼓掌 妹妹生日快乐 真乖 妹妹 回家喝生去 北风半个吹 爸 爸 您忘了今天的主题了 是吃饭 不是音乐会 对对对 小秉阿姨也说得对 吃饭 娘回来了 小朋友们欢迎你们 您好 妹妹 来 把书包给爸爸 走 妹妹 爸爸和妈妈今天要给你个惊喜 你先把眼睛闭上好不好 一会儿爸爸让你争再争 乖 听话啊 不准争眼 妈还一二三 然后你才能争眼 一张吗 来 一二三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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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阿姨已经把我说过了 真乖 那小米阿姨对你这么好 你应该跟小米阿姨做点什么呀 谢谢小米阿姨 回来陪我护身 我太乖了 我妹妹真乖 真乖 那我们开始许愿吧 好 好 小朋友们 那我们开始切蛋糕 好不好啊 好 好 来 妹妹 来 让小米阿姨抓着 来 跟一切切 一 二 三 走 走 走 这是红梅杀的那节蛋液吗 弹对了 你的音感非常好 以前也有人这么说过我 我唱业从来跑掉了 我以前还吹用树笛呢 好 那个那个 吹的那个叫什么曲 妈 妈 那叫什么曲来着 鱼 鱼 好 鱼 鱼光琴 对对对 鱼光琴 你的 几个单音非常美妙啊 给了我很多领 来来 你起来一下 好 鸡大和弦 还有 F大和弦 还有鸡小和弦连在一起 并不和谐 但是 被你这么一连的 反而剩得很动听啊 来 你弹几个单音 我来给你配战和弦 来 到达了 怎么了妈 好歇 你不要搞错了关系 我 我搞错什么关系啊 你能不能别在这儿闹 我恳求你 我恳求你这只小家乔 你不要占了我老乌鸦的窩 不是 妈你说什么呢 你什么干什么呀这是 别好歇 我介绍你们认识啊 我是看中了你的真命天子 是这个人的儿子 肖小野 我不是让你跟这个 比你大二十多岁的老男人 交和他一起的你知道吗 他不是董卓 他也不是吕布 你更不是貂蝉 你这么搞不行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叫比我大二十多岁的人搞这 你干嘛呀 你这还在人家家呢 人家小老师 在艺术方面奏诣这么深 我跟他互相交流一下 这怎么了这有什么错 我跟他有共同语言 我跟他说话这有什么错 再说了 我们大家今天能够聚在这儿 不也是个缘分吗 我要跟肖老师这么谈的来 对我来说我也是个缘分呀 等等等等 你遇见到这种缘分以后呢 遇见以后 就顺性自然呗 阿姨 阿姨阿姨 妈 上班 别担心 别担心 没事了 没事 到了月就好了 你瞧瞧你们俩 年龄相差那么大 人家都以为你们俩是妇女呢 结果你们俩还谈恋爱 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啊 中国人在婚姻方面呢 传统的规矩是 门当户对年龄相当 你们都昏了头了 连祖宗的规矩你们都不要了 你能不能别在这儿瞎说话呀 再说了 这规矩不都是人定的吗 那怎么着呢 我要是谈个恋爱祖宗还得同意呗 你闭嘴 你这种话你都能说出口 让我这个老脸 我真的我都没地儿哥了 我 妈没事吧 妈 这个方大姐 你们家人都来了 您也没什么事的 我就先告辞了 小夕我先走了 你别走 你别走 我等一下 我来我来我来 扶我起来 你们 当然最主要的是看了一个 魅魅小夕 你 我这个无孝之女 我好心呢 给小夕介绍了个对象 就是她儿子 那个孩子不错 工作也挺好的 是个IT男 老老实实的工资也不低 嘿 这小夕没看上人家的儿子 都看上她老子了 啊 啊 不能吧 没事 没事吧 你妈妈能不能假说 这这这这 不是方大姐 您这误会了 你实在是过于敏感 不像你所说的那么回事 真是吗 你这有点太夸张了吧 这位是萧爷老师 我这只不过跟人家就是 挺谈的来的 多说了几句话而已 根本不是像妈说的什么 谈不谈恋爱 再说了 人家萧爷老师给你送到医院 陪了你这么长时间 你跟人说谢谢了吗 不用不用不用 这样你们家人都到齐了 也没什么事了 那我就先告诉你 有什么事再给我打电话 妈 我看也是没想过 您想的太好了 你让你走吧 您是方锦华的丈夫吗 对 她是我爸 不是 她跟我们家没关系 不是我们家人 不是 不是的 您没事啊 您看您的各项指标 都非常正常 要没什么事的话 您就出院吧 妈 谢谢您啊 您没事 咱妈没事 她怎么能没事呢 我难受极了我 我说你没事了 花大姐 您没事 你就是急火攻西 多休息一会儿就行了 夏蕾老师 谢谢你啊 你还耽误你这么耽误时间 没事 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啊 毕竟这个事啊 发生在我们家 你们有什么事了 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随着随到了 告辞了 我送送你 好 没事 小夕 小夕 算了就行了 来 妈 什么事了 妈 你现在怎么样了 哎呀 真是 您让我说你点什么 你当着人面说了 那么多难听的话 你给不给人台阶下 你别给我抓你 什么事呢 就是到底有没有这 我们现在一头雾水啊 对 你们俩个岁数差太多了妹妹 你可不能这么干 大哥你过来过来过来 我告诉你 你过来 你们信我的就行了 你过来 大哥 哎呀 妈 到底怎么回事啊 妹妹 你可跟哥哥说一声啊 好 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 是咱妈 喜欢宵夜 不可能 怎么会呢 这不可不能瞎说 怎么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那是真的咱妈喜欢宵夜 这可是好事啊 妹妹你跟他有熟 你给他跟妈 这么俩窜窜窜窜窜窜 这多好啊 这个 你别扯了哥 你这怎么 怎么就两个人 在一块窜窜窜窜窜窜 他们俩根本就不合适 再说了 妈刚刚到人面说的 那么难听的话 人家还能喜欢咱妈吗 这你就不懂 我跟你讲男女谈恋爱 这女的肯定是先拒绝男的 最后成的都是这个 没成的呢 一上来就好 成不了 不可能不可能 不是不是 大哥 你别着急啊 你不懂啊 我问问他 小琪 你说这萧爷 不会喜欢咱妈 你是不是希望萧爷 喜欢你啊 姐 你说什么呢 你能不能别在这儿瞎在这儿说 我那些 对 别 您说这个有点过分妹的 你不 您那往他身上来 妈妈说完之后 他一会儿就跟你急了 可你不是你 你不知道 他跟萧爷那个眼神那肯定 你不急了 我看他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 萧哥 我赶过他 好 上来 咱妈咋样了 妈不是在那儿吗 你自己不会看吗 我 我 我 你们俩矛盾还没好呢 我 是啊 我待会儿 他了 憋着个劲 肯定是 憋着个劲 我跟你讲 今儿借这机会儿 这妈这儿 又闹病了 现在也没事了 借这机会儿俩说说 走 来 走 哎呀 高柯来了 是 我一听说您病了 赶紧就往这儿赶 有一段生意啊 都没赖了几千 那个 咋样了您 好点吗 高柯呀 你们俩都是让我省心的好孩子 啊 这个不行 啊 这个不行 我呀 没几年活头了 哎 哎 哎 我最大的遗憾呢 就是 没给小夕想一个好人家 让他这么年轻就自暴自弃 糟蹋自己 可惜了 我怎么会儿的 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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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都没事 现在妈也没什么妙情事 带回来说 咱妈可以出院了 快点 赶紧结账 结什么账啊 结什么账啊 笑容老师都给接完了 哎呀 哎呀 咱妈生命她接什么账啊 这什么情况啊 这个 她就在那多情 嗯 妈 我这还没说完夜呢 哎呀 高柯最近表现不错 妈 但是啊 没做到点上 做到点上就是别太大男子主意 慢慢体会我这个话去了吧 是是是 嗯 妈妈是您说得特别对 要不 您还是跟我回家了 好 您说 您说 妈要回我的家 我来照顾妈 不用你管 你那个条件 你 妈打病全域 在你那肯定 没有回咱家好对吧 您说呢 这样这样 姐好 妈 我来说一句 要不先让姐都嫁 别让姐自己住了去 然后你那还住我那儿 住我那儿妹妹也高兴 行不行 妈 不 我还是住你大哥那儿去吧 好 你们那儿都别瞎折腾了 啊 您 跟高柯 踏踏实实过日子 别瞎折腾啊 妈呢 老样子跟着我 还是回我那儿 行 行吧 妈 好 去你那儿 那个三千啊 妈 你回头把我那枕头送过去啊 行 好的 妈 那个 要不 你们都先走吧 我要和小夕 单独说几句话 我从你看小野的眼神里 我什么都都懂了 不用你跟我狡辩了 我毕竟是你妈 你一撅屁股 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这件事吧 我直接跟你表明我的态度 这是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肖小野那儿 您也不要来往了 咱们两家呢 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任何关系都没有 记住了 我真的挺不明白 你说你这么大反应干嘛呀 你喜欢小伙 你别瞎折好不好 你把我扯上干嘛 我跟你说实话 刚开始啊 我对这个肖野印象还不错 可是 经过这两天考察 我发现 这个人不行 生活作风有问题 你还经过这两天考察 你见过人家几面呀 你就说人家生活作风有问题 我比你认识得早 你不认识他我就认识他了 你别不听 我还真是 以过来人的身份 以你妈妈的身份 告诉你啊 像这种年龄段的老男人呢 他对女人 他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的 尤其是像你这种 比较单纯的女孩子 所以妈妈提醒你啊 不要跟他接触 这种 避免上单 听见了吗 嗯 往心里去 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 因为我们现在生意非常好 灌台的机会也比较多 站住 所以呢 你们 除了辛苦之外 你们干嘛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 你干嘛去 我开车去 不行 我跟你说呀 我今天啊 要到展销回去看展销 你把我送过去 然后你 哎干什么干什么去 又来了 又来着了 我求求您饶了我 行不行 我靠你不许去 不行 我在这儿没有什么价值啊 每个人都体现自己的价值 在这儿他现在又搞改革 我弄我了 再说这服务员听谁的 一个饭店两老板 一山不养二虎 就让他这母老虎在这儿盯着 我这功劳虎 我在外面想折去 我找食 哎哎哎哎哎哎 谁怎么让我虎呢 你别那么说我行吗 妈 你别理他 哎呀 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高兴就好 天生就是个开出租的 妈 你要不高兴的话 哎 以后我下班的时候早回来 我蹲蹲没活给你当 赵财猫用 这块 行吧 行吧 赶紧走 我走了 哎呀 哎 喂 你好 哎 我是 我是林好兮 小雷老师你好 哎 那个 我为了那天的事想跟您道个歉 对给您添麻烦了 我特别想请您吃饿饭 我希望您能闪个脸 我 我 我还没说哪一天呢 您肯定就说你有事 没事 你 那一天如果你要真是不方便 或者怎么样 我可以开车过去见您的 到时候 喂 还用说吗 肯定是被你妈吓着了呗 这种事敢我我也躲 谁还想再来一回啊 能接你电话不错了啊 是 我也这么觉得 哎呀我这种挫败感 真的是前所未有啊 你都不知道我给他打电话 我话都没说完 他帮你去把我电话给挂了 就像躲温室一样躲我 我给他打电话 看你自己老少通知呢呗 杨小夕 刚初可是你说 肖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男人 是啊 人家是音乐天才 有才华 有社会地位 还有钱 那像这么好的男人 什么样女人长不着 我受不了 那你想怎么着 我印象当他跟别的女的在一起 我就受不了 哎呦得了你省省吧 他都什么岁数了 就算跟女的在一块还能怎么着 那都也是个男的呢 你这话说的关键了 他不会是那种一年一次的吧 我臭死你 就你这种人是最肤浅了我跟你说 这很现实啊 可是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得了吧你 脑子被水煮了吧 怎么了 我只要能跟他在一起 所有的这些都不是问题 都不重要 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你真是太高尚了 你真是太勇敢了 杨夕 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你真的是太太太太太太讨厌了 哎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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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怎么办呀 都不买我嘛 烦死了 找萧小野 让我醒了 要是不成 你就请我吃虐的料理啊 给你吃虐的料理啊 我就是 所以 我要一个人 你吃虐的理由 现在 我有点 严谨 谢谢 谢谢 严谨 谢谢 莫老师 谢谢 谢谢 真好 希望您能忘了我们之前的误会 谢谢 气死完了真是的 一个机会都不留给我 一个破口我都找不到 那个奇了怪了啊 你说我怎么就想不明白 你怎么会对一大叔这么模仁呢 是啊 你说怎么回事呢 我也是 我也才发现我自己 你说我怎么能喜欢一个年龄 有点这么大事啊就是说呀 不过小夕我跟你说啊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基本上已经算不如中年了 其实你也就是个大婶吧 你说谁这大婶呢 我怎么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呀 得亏你是放在现在这会儿说 现在这会儿说 我就高兴 我就爱听啊 完了完了完了 我看你是真的着了魔了 我就是着了魔了怎么了 而且我自从认识了她 我才发现 原来我是可以跟艺术擦出火花的 原来我是热爱的是音乐 我爱的是音乐家 我必须要跟你演家在一起 不是 那我问你啊 那敲三角帖子算吗 就那个叮叮叮叮叮 我怎么说你不会聊天呢 什么叫敲三角帖子 我不懂什么叫敲三角帖子 人家玩的都是高兰的东西 钢琴 嗯 竖琴啊 嗯 嗯 嗯 反正就没三角帖对吧 凡是我们能想到高雅的东西 人家全坏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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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发现了 只要是跟你们家这 削的材子粘上点边的 那都削了进边了 那是 梁小夕我必须正重歧视地告诉你啊 你再跟我提宵野这事 我快受不了了 所以快叫你那肖大爷来 把你给收了吧 收了吧 哎哎哎哎 掉这儿了 你做完没 我跟你说啊 这个项目非常关键 你都得给我 嘰嘰嘻嘻嘻 认认真真地来对待它 虽然我们是好朋友 但是我对工作一点都不含糊 这样吗 梁小夕 这数怎么贴啊 怎么贴你问我啊 你在公司待多少年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问过 得亏你老板是我 不然的话就给你炒鱿鱼了 梁小夕你别嘚瑟啊 我这让你没两下得了 人家你这工作呢干嘛呀 一掉尖了 往哪儿打呢 干嘛呀你 这是建筑啊爷 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听音乐讲座 这不是音乐会怎么回家嘛 你这人就没文化 真的没文化太可怕 要不然我怎么跟你没有共同语言 今天要讲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柴克普四季的六夜传歌 在这首曲子当中啊 影子只有两小节 结尾却有十六小节 在富士的三部曲中啊 结尾往往比影子更加重要 好 我们现在听一下这首曲子 好 我们现在听一下这首曲子 您好 我没见过您来生火课啊 如果您来过 请出示一下您的听课证 我没有听课证 但是我认识萧嫣老师 我们不是她的朋友 是她叫我过来的 我是她叫我过来的 是她叫我过来的 是她叫我过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热热论 良晓先生 您的朋友在干净 哦 好吧 谢谢你 梁小熙 梁小熙 我的课这么让你催眠吗 没有 我大老远开车过的 都走了 是 是 是 课已经上完了 我们每次上完课以后 都要留下来 感受一下亲的生命 是 挺好的 我也挺喜欢的 你也蛮喜欢我的吧 我应该喜欢你 不应该吗 我也很喜欢你 我妈她那天就是 反应有点太大了 她主要就是怕我 爱上一个不能爱的人 其实你对我一无所知啊 我不用知道的太清楚啊 你知道吗 感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信 只要有信就可以了 我信任你 小姐啊 你像一堂火 很旺很烈 但是熄灭的也会很快 我和你不一样 但我不是小孩啊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呀 也许我们的感情是错的 因为你们家不会同意的 没关系 时间会让你思考是对是错 我会等你的 因为我觉得 没有什么再会比这件事情更对了 小姐好 你好 白老师 您好 这儿 忙着呢 忙着呢 小夕呢 我这里等你办餐呢 没限制啊 就是我请客 这是吹的奶门子疯啊 你这找我来聊这个 不会就为请我吃顿饭 我有事 你认识一个作曲的叫萧野吗 听说过听说过 特别有名 萧邦啊 人家这是中国的 中国的萧邦 本市的萧邦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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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知道什么意思 你这么跟我说不就得了吗 就相当于是奥拓的哥哥是奥迪 你这个道理公主 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 他是你男朋友 小点声 我大哥一会儿听一下 我跟你说这事谁都不知道 不许跟三江说 谁都不许说 我妈上次就恋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事 我妈也知道我喜欢萧莲 会气的 哎呦喂 那事是真的呀 我说上次三江回来就跟我说说给妈气的 又一惊泥炸的 我也想什么事呢 这 哎呀 换钱了你 哎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坐下 哎呀 你这多大点事 你就跟我这么卖关子 我这后期新一旦激发起来 我跟你说我 你一说我们要抓心脑杆的快口啥事 怎么回事 初期阶段 爱美气 就是那个心底的小鹿 碰碰碰的乱天 慢慢小手啊 青春小草娘 你干什么呀 哎呀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我们两个现在吧 有点复杂 就是 有点像你跟三江似的 我们之间 在年龄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差距 对 所以她可能这方面想的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这根本的不是问题 只要有爱 这算什么呀 对不对 我可以等 哎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对 你说这个 这都什么年代了 对不对 我们要与时俱进 什么年龄啊 距离 那都不是事儿 有爱就够了 在真爱面前 一切全都是浮云 你居然愿意等到 看来你这次挺认真啊 我哪次不认真呀 对对对 哪一次不认真 哪一次都很认真 就好比那个楚孝峰呢 你也很认真 小点声 小点声 她弄我轻史这么大声 你是恨不得全周人都知道 是不是 那咱翻篇咱不提过去 是咱提现在 行吗 那这个 肖邦的弟弟奥博 这话我帮也听啊 那你这个 伟大的音乐家的情史 你了解了吧 她有几个孩子啊 生了 没生了 结果几次婚啊 您是三八大姐吧 真的行 我了解人情史干嘛呀 我们现在应该看的是现在 好不好 然后再找到外面 我们要往前看 这才是最重要的 梁晓曦同学 快给我 恭喜你 终于找到了一个 能拿住你的人 这个人呢 能控制你的情绪 能把握你的思想 同时呢 还能把你改变成另外一个人 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和你不一样 我跟你说啊 这事你千万千万得替我保 你谁都不能说 你知道吗 这事 你别你跟咱俩好了 得得得得得 把我这事都给我吐吐说 什么事我得得得 我就给吐吐出去 我嘴多严呢 时间上我顶多说一句 你就放心吧 这事我一定不会跟你说的 这事我支持你 点菜 阿姨 阿姨 放开 妈 你媳妇回来没有 你媳妇回来没有